这只狗狗被套索赶紧紧地勒着脖子 从这一刻起 它的生命已经进入了倒数 它死死咬住套索肝不停地挣扎 因为被吓得太过激动 甚至咬断了牙齿 铁线缠住它的舌头 鲜血洒满地面 在中国台湾的流浪狗收容所 这样的悲剧每天都在上演 在动物收容所有一项规定 名为十二夜 从流浪狗被收押的那天算起 它们有十二天的时间等待原主人找回 或者被新主人领养 过了期限还没有离开 它们就会被安乐死 每天都有大量的流浪狗被关押进来 它们会被套住脖子从笼中拖出 之后接受信片扫描 在确认流浪狗的身份以后 第一次管警拥挤的隔间 在这一过程中 狗狗们的眼中充满恐惧 虽然它们听众不同性的鬼 但命运却殊脱同归 这是一部尖秘流浪狗收容的纪录片 通过十二个人也记录了 四百五十只狗狗的集中营生 我知道很多人看不了这种视频 但如果你坚持看过 也许会更加理解责任二次的分案 早上八点 收容所的大门打开 温暖的阳光照进狗舍 宣告了新一天的开始 九点十 工作人员便开始了清洁 清水腔毫不留情地袭来 刚刚乱起来的身子被淋成了落腾机 躲在角落瑟瑟发抖 但这都是为了健康 全温热冰毒通过空气就能传染 出血型肠炎是通过粪便入口传染 一旦染伤就是九死一生 这就导致了很多狗跟灯活不了十二天 早上十一点是开饭时间 每个隔间只能分得一碗狗粮 这是一天中狗群飞搜狗的时刻 为了吃饱它们会大胆出手 地位高的狗可以优先享用食物 而那些瘦小的狗狗则只能在一旁注视 生者为王 这就是它们的生存秩序 这只叫安德的小母狗已经好几天没吃饭 它躲在高台下 在迷茫中不知所措 和它同样金鱼的狗狗数不胜数 它们骨瘦如财 呆呆地坐在笼前 也许生命的机遇各不相同 但眼下的悲剧却一举同 这只狗妈和六个宝宝被送到了收容所 但从下车的那一刻 这对母子就将永远分离 狗妈紧贴栅栏 聆听孩子们的叫声 焦急地呼喊 想要找到幼崽 另一边的小奶狗也在急切地寻找妈妈 它们之间仅相隔一道走廊 可以听到 可以嗅到 却唯独不能再见到 这是何等的扎心 因为一旦进入收容所 生命就不再属于自己 再又犬曲 每天的第一件事就是寻查 管理员会提着黑色袋子逐渐查看 疾病和饥饿随时可能夺走又去的生命 尸体被娴熟地拎起 装进黑色塑料袋 它们中的大多数根本熬不到第十二天 每当此时 经常躁动的狗狗也会在这个时候安静下来 它们都心知肚明 眼前的一幕很可能就是自己的明天 在绝望与悲伤肆意蔓延的收容所 被人领养就成了活下去的唯一希望 这天 一位陌生人走进这里 它想领养一只狗 小美幸运地被选中 在同伴羡慕的眼神中走向光明 新主人十分负责 帮它治好了疾病 小美获得了新生 它又有家了 但领养人也不全都值得信任 这个男人领养了两只黑狗 却转手就把它们卖给了别人 它先从收容所牵走了十四只狗 最后大多都下落不明 为此它被收容所拉入黑名单 这个故事也不全是丧气和悲伤 一些狗狗也会找到伙伴 比如跳跳和蝶哥 它就像的跟屁虫 总是站在好友身边 蝶哥脖子上带着破旧的项圈 这是被弃养的标记 成长期的跳跳胃口极好 但蝶哥却没有食欲 也许它还是忘不了抛弃自己的主人 每周四兽医会站在笼子前 拿着一叠动物档案翻看核对 足够十二天的就画上一个三角形 被打上标记的狗狗 会在隔天被执行安乐死 未满十二天的 则一次往后顺延 最多可待到十八天 在一些规模较大的收容所 一周甚至要执行两次 才能跟上流浪狗捕捉的速度 每年有约六千只狗狗被送到这里 其中的五千只都难逃死亡的结局 而明天 正式执行安乐死的日子 管理员会按照之前的标记 将幼犬一桶又一桶地收集起来 如同死神在筛选目标 小狗们或哀嚎或挣扎 发出最后的呐喊 接下来轮到大狗了 它们被牵引到角落大陆镇顶紧 然后关进笼子等待药效发作 排在后面的 甚至要在昏迷的狗堆中等待 直到所有狗都完全昏迷 便会被送入后面的手术室 通过静脉注射告别这个世界 这天冲水时 跳跳显得坐立不安 它不停地嚎叫 似乎在找些什么 原来是叠个不见了 就在三个小时前 伙伴被知情们安乐死 看着先走一步的好友 跳跳陷入了沉默 每逢周末 是领养人参观的开放日 聪明的狗狗会摇起尾百亿人注意 而另一些却只是安静的注视 但大多数人的目光都在可爱的幽群身上 期盼的眼神只能面对着一群远去的背影 它们中的大多数已经时日无多 没有被选中也就意味着死亡 这只狗狗不停地发抖 一边的同伴已经病死在身边 它扒住铁网不停地嚎叫 想要逃离这里 想要活下去 半年之后 当初追踪的450只狗狗中 仅仅存活了56只 这些幸运被好心人收养 彻底告别了担惊受怕的生活 狗妈幸福地在草地上打滚 跳跳也有了爱惜自己的主人 小美一如往常 高兴时就猛灯后腿 安德还是敏感而紧张 随时想要躲起来 看着狗狗们幸福的模样 却很少有人知道 它们从何死亡近在咫尺 本片真正想传达的是 灵羊与弃养的观念 全世界大概有六亿多流浪动物 主要原因便是遭到主人弃养 所以当你决定养宠物时 请先问问自己 这是不是一时兴起的决定 在它们眼中 主人就是一切 每一次抛弃都是一场 生不如死的虐待 我不呼吁所有人 都成为圣人去救助流浪狗 也不认同狗命高于其他动物 我只希望更多人 能看到这部片子 并明白责任二字的意义 如果不爱 请别伤害 毕竟它们是一条生命